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曾经出演Hut的骑格能 获得很多人气的汽车维修机时网红测明件 在IG突然上传后又下架了很多 爆料自己与南天安吸毒的内容 并表示在自己的房间还是柜子里 有使用过的注射器 自己还有录音,甚至南天安还打了自己 这个爆料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而对此,南天安的经纪公司表示 目前正在准备去与本人确认之后 就没有了任何回复 然后在今天,首尔龙山警方对媒体表示 目前已经对南天安展开调查了 这个肯定会展开调查的 但是公司为什么不发表立场呢? 是要等到警方发表后再声明吗? 在跑去城之后,公司的立场都觉得没什么意义 只要等看看是阳性还是阴性就好了 等消息出来后再骂也不晚 现在也还不知道真相啊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昨天,在韩国水源召开了SMTOWN的演唱会 这是继2017年之后,时隔5年的演唱会 也是从第一代爱豆HOT康塔普阿 是影响一代到四代的K-POP团体总出动的演唱会 所以令3万粉丝们都非常幸福了 其中,最近时隔5年回归的初尔龙山警方 虽然有几位成员们已经不是SM所属了 但是也为了粉丝们上了SM家族演唱会 一直表演到最后结尾 真的是让粉丝们都非常感动 而尤其是让粉丝们更感动的部分是 这个草原帮色尼挡住耳朵的样子 因为色尼小时候有经历过 布斯湾战争很怕爆竹的声音 所以索西粉丝们应该能常常在舞台上 看到草原帮色尼挡住耳朵的样子 结果在昨天的演唱会舞台 再次看到了这个感动的荧幕 一放鞭炮,草原就挡住了站在旁边的色尼耳朵 这是个很熟悉的样子 但是我流泪了 对对,总是会在旁边照顾 在久远的舞台竟然也一样 嗯,我知道这个 索西真的一点都没变 我哭了,不是粉丝的我 今天一天都在找索西在看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画面也非常感动 历代SM圈粉像爱豆 在韩国饭圈常常可以看到 ShipDuckSang这个词 它的意思是 虽然在队内不是担当颜值成员 也不是传统的俊男美女长相 但是非常可爱又有魅力 所以会很圈粉的长相的意思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从来都没有失败过的 和SM娱乐历代全粉像爱豆们 HOT Tony SES Shoe S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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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e SuperMel algae Ses Shoe Ses Shoe Ses Ses oso Ses Ow Ses X NCT Chun Lo Aspa Winter Kin Junsu可以说是缺粉像的祖先了 Sargi连行动都很缺粉 太可爱了 Pekian Show Min现在看也是超缺粉的长相 怎么能有这样的生命题呢 好喜欢天阳 Winter 漂亮但是又很可爱 童链又是颜值成员又是缺粉像 不是SM家族的我 第一次看了Show Min的时候也是吓了一跳 真的是长得太帅 笑的时候太漂亮 看来我是喜欢缺粉像 很多都是对你的本命 所以大家最喜欢的缺粉像是谁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就到这里 搭卖 闭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